大家好,这里是阿碧 黑衣组织作为明治探柯南爷的反派 号称一巨大的跨国犯罪组织 刚开始的确令人闻风丧胆 也使柯南长时间一看见黑衣服的变黑衣组织PTSD上线 现在呢,曾经选喝一时的黑衣组织 竟沦为参久的水厂 只有勤酒在干活的组织 一天大笑柄 如今组织有什么新的行动 柯南表示一点也不慌 内有干妈和各种二物仔传递消息 外游、老爸、秀一等挂逼一起出谋划策 以及FBI、CIA、MI6、日本公安等诸多强员作证 看着对面只有吃汗勤酒、司机福特加 还有两个直打自己人的狙击手 还整天忙着全世界驻杀二五载 柯南小二号表示 黑衣组织是谁,没听说过 曾几何时,还是酒厂的黑衣组织 也是有这样一群中列 为酒厂建设鞠躬尽瘁 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年华乃至生命 今天就来拍点下酒厂五大忠诚 观众朋友们可以适时地把泪目至尽之类 打在公屏上 以示这些曾让柯南闻风丧的故人崇高的敬意 龙蛇蓝又名塔奇拉 一个身高和出场时间成反比的男人 身材极其魁梧 死神大概只到其膝盖 为了替组织寻找优秀的游戏软体师而四处奔走 在板仓卓的回忆中也曾提到 可见接触组织部分核心机密的他 也算是组织的中层骨干 然仅在电玩公司杀人事件中登场 约两分钟并因拿错手提箱带人受过 被炸死在替组织跑腿的路上 其冤死撕之令人痛心 除了在组织业务上兢兢业业外 龙蛇蓝临死前还怒踹了死神一脚 完成了很多人这辈子不敢想的一大壮举 皮斯科 勤酒外另一个为了组织事业白了头的忠诚 在背护城市饭店成功射杀吞口医院的同时 还发现了变小的血液的踪迹 眼看就要将叛徒血液带回组织 却因在完成刺杀任务时 持枪举动被摄影师拍下 被组织卸磨杀侣 而被爱情冲昏了头脑的勤酒 甚至不听皮斯科的关于血液的情报 就无情将其射杀 这一吐死狗碰的惨剧 也使得酒厂中城人人自卫 废物和二物仔拍手称快 卡尔巴多斯 被解谜弟 酷爱现弹枪的男人 在满园片中替被解出战 登场便重伤FBI太原朱棣 随后有仅尊被解护而起的命令 向观众展示了连伊东莫眼看了也会流泪的精准的人体描边枪法 之后即使被秀衣打断双腿也宁死不屈 最终为了组织甘愿引弹自尽 这样一位伟大的酒厂员工 老贼和动画组却连一张帅气的高清正脸都不愿意给他 真是泪目 埃尔兰 登场于剧场版M13组织横扫东京塔的一位智力无力之双A家的男人 仅靠卧底警方内部听到了三叶两语 便猜到并证实了柯南的真实身份 后在东京塔内轻松偷其数位警官 并在与已然开挂的男的近身对抗中略占上风 当把柯南逼入绝境即将完结洒话的时候 干妈被解及时护而 密报勤酒艾尔兰身份暴露 一代忠诚随后便残死在队友无情的子弹下 前有被艾尔兰视若父亲般的皮斯科 发现雪莉身份后被勤酒射杀 经偶发现贡政新一身份的埃尔兰又被勤酒下令射杀 哪天福特加对勤酒惊呼 大哥你竟然也是我的 一点都不意外好吧 南田路道 一个连酒名都没有的酒厂底层 任他的英勇和忠诚 却令诸多水厂滑水员工自愧不如 为了寻找被FBI救下的水屋连奈下落 南田孤生一人潜入背户中央医院 驳捆炸弹也看出他誓死如归的决心 在于两颗银色子弹较量中略战下风 在被逼入绝境时引弹自尽 简直泪目 他送出了情报也帮助勤酒成功营救了水屋连奈 然而背后的真相是何等悲哀 他牺牲经营救出了一个酒厂二五载 更令人惋惜的是这样一个忠诚的针针铁骨 此后还被柯南用来拍了一部惊蝉脱俏的奥斯卡大戏 此时此刻只能请大家自发在公屏 打出他应当被追封的酒名 纪念下这样一位酒厂中烈之时 不三连一下吗 不然请酒也要当卧底了